也就是说呢 因为它是日期 然后我就把这个地方取得什么 年 那年的部分取到之后的话 因为我要把什么 西元年转民国的话 它的公式是year 减掉多少呢 1911 后面的话呢 我在创建一个什么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呢 最后得到的就是我的民国年的结果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Y的部分是 这个month month部分的话 取得month部分 然后再加上几月 然后一样的方式 day 取得什么呢 取得日的部分 最后呢 再把结果怎么样 写回去 写回去的方式的话 就是把 XYZ这三个 年月日 加上后面的年月日 再把它怎么样 写回去到 这个sales里面 先判断四年 那就重组成民国 再写回去 所以重点在这个什么呢 判断里面 那尤其是这个isDate isDate这个函数呢 可能大家比较少用 那你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isDate去判断 是否为日期 然后这个and if 最后的话就跑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确定范围 这两个就是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第二个的话呢 判断是否 判断 是否为日期 这应该是隔四 隔四 如果是日期隔四的话呢 才去做那个底下的动作 OK 那跑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西元年 对不对 那我前面讲过 记得就是先把那个 呃 程式写完 那不要急着按执行 就是呢 按F8 先让它组航来跑 OK 那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不是嘛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应该是产品名称 OK 产品一对不对 然后往下 第二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 因为是这一个 2010 我们来看一下 是2010的1月1号 然后呢 我就执行 把XYZ取出来 对不对 X是什么呢 90 因为它重组之后 就变成99年1月1号 然后呢 再把它写回去 有没有 写回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回去 OK 那往下一样的方式 让它全部跑完 跑完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马上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民国年了 你会发现 全部都变民国年了 OK 好 那可是呢 有转过来之后的话 还要再转回去啊 不然的话 你程式只能做一次 所以呢 要怎么样把 你的民国 再转成西元 其实啊 道理差不多 其实范围一不一样 一样嘛 也是在 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FOR回圈 For I等于1到15 For J等于1到9 都一样 差别是判断 也是要判断 只是说最后怎么样 组出来 这个我想这边的话 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民国 先试着把民国 西元转成民国 那程式部分 各位也可以比对一下 在185页 它这个是 画有回圈 画有回圈 不太一样 可是其实逻辑都差不多啦 我想刚刚我们那一题 有讲到 你们也可以试着看看 把画有回圈的方式 写出来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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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